繼北韓後,全車臣要派8萬4千志願兵挺俄羅斯。 以色列精英海軍突擊隊綁架真主黨特攻。 白宮已準備好預防新邪惡俗心國,損後干擾。 杜其風人生最低潮,香港無人權和自由。 江蘇一女生買鞋,試鞋後被店家索取試鞋費。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熱點觀察,我是麗文。 今天是11月3日,星期六,下面是詳細內容。 2日,新頭條報道,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聲稱, 車臣領導人卡德羅夫正在計劃派遣8萬4千名車臣人 前往烏克蘭作戰,並表示不是作為動員的一部分, 而是在自願的基礎上。 X帳號,米卡奧·康德康斯基。 2日,泛民表示, 在卡德羅夫的控制下,馬利烏波爾的鋼鐵廠正在被拆除中。 其廢品也被出售,卡德羅夫的手下洗劫了 馬利烏波爾的壓速鋼鐵廠和伊里奇鋼鐵廠, 搶走了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設備和費金屬, 並將其運往俄羅斯。 馬利烏波爾市長伯伊琴科自該市被入侵後, 已經被驅逐出該市。 伯伊琴科說, 俄羅斯公司正在使用鋼鐵廠的材料, 生產汽車和貨車。 卡德羅夫將伊里奇鋼鐵廠, 交給了他最信任的副官格列梅耶夫, 參與盜竊鋼鐵廠資產的公司。 是登記在《柯察金》名下的, 車神Mettenvest公司老闆指出, 《柯察金》是格列梅耶夫兒子使用的名字。 《柯察金》的犯罪夥伴是俄羅斯商人尤里。 他擁有一家貨運公司, 曾在2014年為俄羅斯國防部運送貨物 都被俄軍佔領的克里米亞。 有網友在X上留言, 重型反兵用完了, 雅加納僱用兵被趕走, 等北韓兵也用完了, 開始用車神大鬍子。 其實俄羅斯就是想衝擊烏軍防禦區, 炮灰衝上去, 試探出哪些是火力點。 還有網友留言, 邪惡俗心國, 拼命借兵來打。 打了差不多三年還在這裡打, 自己打不動了, 就借兵來打。 士兵真是好慘啊。 根據之前美聯社的報導, 美國估計在俄羅斯的北韓軍隊總人數 約1萬人。 而南韓和烏克蘭的數碼分別為 1萬1千人和1萬2千人。 據傳派出支援俄羅斯的北韓士兵。 因為沒有現代化的戰爭經驗, 首戰幾乎全棍封滅。 有影片熱傳, 潮軍第一次看見無人機時, 一面亡然。 結果遭無人機轟炸。 近日在海外X平台熱傳一則影片顯示, 一支躲在豪溝內的部隊 面對從天而降的無人機炸彈。 無所適從, 炸彈急速追入豪溝內, 在這群士兵中爆炸。 有網友稱, 這支部隊是北韓支援俄羅斯的部隊。 在戰場上第一次看見無人機, 完全不知道嚴重性和後果。 亦證實北韓,確實加入俄羅斯戰爭。 還有網友說, 一個連智能手機都不會用的軍隊, 又怎可能適應降為打擊的現代化戰爭。 另外,烏克蘭為了對抗俄軍攻勢, 正計劃投入更多的兵力。 今年4月, 烏克蘭的徵兵年齡 已從27歲下跌至25歲, 10月又從25歲下跌至18歲。 X帳號《Inti熱點新聞》在2號稱, 烏克蘭已在波蘭設立徵兵辦事處, 並在10月29日說, 烏克蘭宣布將再動員16萬名士兵。 X帳號《Official News》 也分享了一些烏克蘭旅兵 正在軍事場地進行訓練的影片。 2號以色列軍方再證實, 以色列海軍突擊隊在周五文間 對烏克蘭北部的一次特集中, 捕獲了一個真主黨官員。 這是以色列和真主黨今年9月爆發戰爭以來, 首次發生這類特集事件。 烏克蘭回體報導稱, 全副武裝的以色列特種部隊從海上抵達, 襲擊了黎南部巴特龍海岸的一處小木屋, 並帶走了一名烏克蘭男子, 然後乘快艇迅速離開該地區,駛入公海。 據以色列官員稱, 這名被捕真主黨資深特工, 是其所屬領域的專家。 此人已被轉移至以色列國內接受調查。 以色列國防軍證實, 是海軍Sheretat, 13特攻隊執行了這次行動。 媒體報導稱, 真主黨特工阿姆哈茲已被以色列國防軍 視為該組織海軍部隊的重要信息來源。 他被帶到以色列接受軍事情報 504部門的詢問。 該部門專門負責人力情報, 包括真主黨海軍方面的行動情報。 真主黨官員阿姆哈茲據稱, 在今年11月1日, 被以色列海軍突擊隊捕獲。 黎巴嫩公共工程和運輸部長阿里·哈米 在接受當地RGD新聞台採訪時聲稱, 說阿姆哈茲是一個民用船的船長, 正在民用海軍學院學習, 社群媒體上發出的圖片顯示。 阿姆哈茲身著海軍制負, 最先報導這次襲擊的黎巴嫩記者, 以萊克換引領名黎巴嫩軍方官員的話說, 這次行動是以色列和聯尼部隊、 德國海軍共同協調進行的, 以防止黎巴嫩海軍進行干預。 聯合國駐黎巴嫩維持和平部隊、聯尼部隊, 否認參與了這次行動。 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副發言人, 告訴沙特·阿薩克新聞頻道, 該組織沒有參與協助任何綁架 或任何其他侵犯黎巴嫩主權的行為, 並強調傳播, 誤導性信息和毫無根據的謠言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會令維持和平部隊面臨風險。 同時, 以色列國防軍在同一日表示, 自一個月前第巴嫩南部發動地面攻勢以來, 估計已有約2,000名真主黨特攻, 被地面部隊和空襲消滅。 2日《華盛頓郵報》報導, 美國國家安全官員表示, 他們將高度關注新任總統 在明年就職選舉日前幾個月的任何干擾企圖。 五國大樓的準備工作主要集中在 針對來自伊朗、北韓、俄羅斯和共產中國等國家 及一些極端主義組織的潛在選後威脅行為, 現在美國的情報和執法官員正在為俄羅斯 和其他國家的干預行為做準備。 俄羅斯已經被指責, 在大選投票前進行了重大影響和錯誤資訊操作, 以煽動美國選民的不和諧, 破壞他們對大選結果的信心。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高級國防官員在討論政府計劃時表示, 五國大樓正在為選舉日和1月20日下任總統就職典禮之間 任何可能發生的一系列情況做好準備。 美國政府正在考慮, 誰可能會試圖利用這段時間, 正在與不同地區的盟友和夥伴核實信息, 檢查白宮可以在哪裡應對不同的緊急情況。 俄羅斯、中共和伊朗的領導人都否認干預了美國的選舉進程。 幾個月來,拜登政府一直警告說, 一些國家在副總統賀錦麗和前總統川普之間的競爭中看到了干預機會。 據一位美國軍方官員稱, 即將來到的過渡期被認為特別危險, 因為它發生在一個不穩定的全球背景下。 因為美國在重大世界戰爭中, 在支持伊斯利和烏克蘭 並尋求對抗中共的軍事建設, 還試圖管理北韓和伊朗等流亡國家破壞穩定的行為。 大部分焦點都集中在虛假信息上。 例如情報官員稱, 俄羅斯製造偽造影片。 與此同時, 中共政府的黑客被指試圖入侵賀錦麗和川普競爭團隊的手機。 情報官員越來越強調, 外國破壞美國民主的努力, 不會在選舉日就結束。 美國國家安全局前局長, 美國網絡司令部司令, 退役將軍鍾曾根表示, 俄羅斯在破壞資訊行動方面, 積累了專業知識, 譬如創立和傳播可以引起對選舉合法性懷疑的情況。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最近解密了一份評估報告自出, 俄羅斯和中共最有可能考慮在選舉日後的時間內, 採取可能煽動或助長暴力的策略, 並可能威脅或放大身體暴力的威脅。 因伊朗, 中共和俄羅斯訪問一些和美國選舉相關的網絡和系統的技術能力。 香港知名導演杜奇峰接受了BBC的採訪, 表示近幾年拍戲遇到的政治環境問題, 導致香港和他都沒有了靈魂, 而這所謂的靈魂應該只是人權和自由。 杜奇峰表示,自己最近幾年被指不拍戲, 不是不想拍,而是下不了筆, 最近是自己人生最低潮。 在環境改變後,會影響自己很多思維, 以前自己對電影的構思很強, 不過現在想了一些卻只能吊吊。 以前拍片沒錢不代表沒理想, 但如今真的沒了, 因為一些以前已經習慣的事情, 現在改變了。 令他在創作時有很多自我懷疑, 杜奇峰的一個續集劇本本來在2010年就已經構思好, 但當時的社會氣候不太適合, 因為他在戲中所想的橋段, 在現實中真的發生了。 對於杜奇峰過去所推動, 由香港藝術發展局所資助的 先浪潮國際短片節遭受中共政府停發資金的事件。 杜奇峰指出,如果藝術發展變成政治上的東西夠大, 那麼任何藝術發展都會出問題。 放點煙花就當香港好繁榮, 你騙誰呀? 阿婆,都騙不了。 香港推行港版《國安法》後, 修訂電影檢查條例, 有不少電影因此過不了電檢紅線, 無法上映,可能觸碰紅線。 杜奇峰就事件不願意多談, 只是感嘆,你只是一隻螞蟻, 踩中別舞,並寄予年輕電影人, 要聰明一點,去走創作路線。 他認為,一直以來都堅持在香港拍戲, 是因為香港對他來說很重要, 但他覺得,現在他和香港都沒有了靈魂了。 對於香港和中國當代導演面臨的困境, 杜奇峰提到,自己有時會去想, 為什麼他們要去控制某一些東西呢? 簡單來說,就是對人民沒有信心。 對國家沒有信心, 如果是有信心的話, 根本不會有這些規則, 人類不需要被這樣管制。 近期,試鞋還要收費。 在微博登上熱手, 降溯淮安的一個女生, 說自己在買鞋的時候, 試了三雙鞋, 被店家索要試鞋費。 引發網友熱議, 當事人女生後來在留言區說, 該鞋店位於淮安市青江蒲區, 因為自己試穿了兩雙以上的鞋, 所以就要收費10元。 已經撥打了12345投訴。 在影片中, 女生說店家並沒有提前跟她說, 是店家的錯, 認為是不公平的隱憶消費。 店家則在網上發現說, 索取服務費是由於店裡沒有人, 不提供每個客戶試穿多傷孩的服務。 敬請理解。 網友紛紛在評論區留言,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 但這個出奇的, 還是頭一次聽, 收費已經收出新境界了, 以後買鞋買衣服, 誰還敢試呢? 已經開始亂收費了。 另外, 另外, 有網友認為, 這種現象可能是中共政府導致的經濟下滑, 實體店舖就轉不離, 從各方面考納明目, 在增收減資。 有分析認為, 亂收費的現象在中國屢然不善, 在中共地方政府和基層單位上上成為民眾的負擔。 無論是小相反, 企業還是普通市民, 都可能面臨各種明目繁多的收費。 有一些是強制性價, 有些甚至根本沒有什麼法律依據, 將這種亂收費當成收入來源。 所以,一些相反就不覺得亂收費有什麼問題了, 或者只能將這種負擔複製在客戶身上。 感恩 、 印章、 蚊小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